都说洪金宝基因太强大,其三个儿子长相与洪金宝都太像了。 洪金宝,1952年出生于香港,演员、武术指导、导演、监制、龙虎武师。 洪金宝的前任妻子是韩国人曹恩玉。洪金宝与他生下三个儿子。三个儿子如今全部进入娱乐圈,但是也皆平淡。 洪金宝共有三个儿子,大儿子洪天明,在香港当演员,拍过很多连续剧,不过都不是男一号。 二儿子洪天祥,英文名叫知名,是Tension组合的成员,陶吉吉,三儿子洪天照,是洪金宝带出道的。 他出道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跟洪金宝一起拍特景飞龙,还有永春也是跟他父亲合作。 洪天明 洪金宝的大儿子 1974年出生于香港 1997年出道,开始出演电视剧,但这么多年过去一直只能饰演配角,名气与父亲差远了,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做主持,也拍电视电影。 老二洪天祥,1975年出生于香港,在美国的时候,洪天祥与四位美籍亚裔组成一个乐团,主走R和B风格, 后来返回台湾出版专辑,但和大哥一样,依然没什么名气,爱唱歌,正好有音乐缴富之称的陶哲,远赴美国洛杉矶各大学挑选新人,撮合了洪天祥及另外四位美籍亚裔青年组成乐团,主力走R和B的唱歌风格,并返回台湾地区出版首张国语大碟,成绩不俗,并已成为该乐队主力之一。 而小儿子洪天祥1979年出生于香港,2002年正式出道,开始出演电视剧特径飞龙。 曾参演过《逆战》、《永春》、《天江雄狮》等多部电影,但都是饰演的小角色,接拍了内地电视剧特径飞龙,跟范冰冰在戏里没来演剧双双乱过电。 洪家小女儿洪旭宇也在朝演艺圈发展,总之全家打盼演艺界,老爸是世界功夫巨星,后妈是港姐冠军,三个儿子做主持,唱歌、拍戏。 小女儿也尽根现身,这家人真是够有拼近,当年的七小福今天真成了全家福了。 洪金宝真是人生赢家。 洪金宝真是人生赢家。 洪金宝真是人生赢家。